哈喽,大家好,我是吴脸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目前我们透过熊的回忆 揭示了波尼婴儿时期的秘密 在海贼王漫画1098话中 确定了他出生的秘密 波尼是金妮和天龙人的孩子 然而,到底是哪一位天龙人却不明确 这可能与香克斯的血统的家里营生有关 那么波尼的父亲是谁 这一话我们确定了波尼的父亲是天龙人 因为波尼和金妮一同被解放出来下界 那是因为金妮得到一种奇恶的病 天龙人有很多 其中有些是强者 既然波尼的出生秘密引起大家的关注 我确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 而且他不像配角的天龙人 而是未来会成为战斗焦点或故事核心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最有可能的人物仍然是加林圣 如果波尼是加林圣和金妮的孩子 他和香克斯可能有一亩兄妹的关系 虽然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相似之处 但在被遗弃的孩子这点上是相同的 即使香克斯和波尼在血统上有关联 对故事的影响似乎也不会太大 加林圣是不是与众多奴隶生育子女呢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或许加林圣是承担着低脂抑脂的存在 他要将种子散播在各处 这也许也是一种可能 哪个天龙人是最需要生育后代 在这方面最有可能是医母大人 医母大人几乎肯定接受了不老不死的手术 成为自那场战争以来一直存活的存在 由于与不老不死的人生下的子女 或者与他有接触的女人都会产生副作用 可能会受到导致皮肤变成蓝宝贴 并受到死亡的肘肘的影响 如果是这样波尼就成为了少数性存者 也可以说是医母大人血统的继承者 至于世界政府是否知晓这件事 如果知道的话 他们应该会优待这位幸存的波尼 有可能世界政府认为波尼是巴卡尼亚族 因为他是游熊抚养长大 因此他们认为波尼是熊的孩子 当医母大人的妻子发生了皮肤病 变成蓝宝石的时候 很有可能他会将孩子和母亲一并一计 因此医母大人的孩子 是波尼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这样一来直到故事最终章 波尼出生的秘密也可能会变得非常永续 大家会想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你们觉得他的父亲会是哪一个天龙人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见